哈囉 大家好 我是Catherin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最近呢 魔女市民寺新推出一款組合包 叫做 健身樂活組合包 也就是一款以健身為主題的物品包 那我們今天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組合包當中都拿著新的物品包 那我們先從裝潢物件開始看喔 那裝潢物件的話呢 這邊有兩款新的牆紙 第一款是這個 這是一個木頭紋理的牆紙 我覺得其實遊戲當中真的還蠻缺少這種風格的東西耶 這個 雖然說呢 它的描述了說它是石頭 可是我覺得它帶給我感覺呢 大點木頭紋理耶 尤其是這個顏色 還有這幾個顏色 讓我覺得有一種木紋的感覺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這個牆紙的 有一種 自然的這種 嗯 樸實感嗎 比較簡潔的感覺吧 我覺得它還蠻濃厚的時尚感耶 弱子遊戲當中 其實蠻缺少這種簡單有力的藏壁 雖然這款我覺得還蠻喜歡的喔 它有一些可以衛裝成木頭的顏色 那有一些比較石材風的顏色 也比較時尚的這個藍色啊 深咖啡色 好 那就是這款藏壁囉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款藏壁 那下一款藏壁呢 是一個 石頭的磚塊 堆砌的一個藏壁 這邊 這款的話呢 款式稍微普通一點 不過我覺得這款呢 它跟其他款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呢 它的食材 其實到點時尚感耶 到點現代風格的感覺 不會說像其他的食材磚塊啊 到點中午西風格 這也是偏時尚感的一個磚塊吧 感覺也是遊戲當中 目前沒有的東西 那這個牆壁呢 我也是蠻喜歡的 它顏色感覺剛剛 木頭的那個喔 顏色很像耶 衛裝木頭啦 這個 色系是完成一模一樣的喔 有這個淺色 黑色 藍色 還有這個焦糖色 還有這個灰色的 色系都是完成一模一樣 那這個食材呢 沒有亮亮的喔 對 沒有 這個呢 這個也沒有亮亮的 都是點霧面質感 那這次清天場壁呢 就是兩款囉 那很可惜啊 這次的組合房當中 沒有新增任何的地板啊 也沒有任何柱子 或是樓梯啊 那些都沒有 那我們去看看裝潢物件部分呢 那這個組合包當中呢 新增了一款門 還有兩款 兩款窗戶 那這個門呢 它是以最高的牆壁 可以放下這個門 所以呢 比較低一點的牆壁就放不下了 那這個門我覺得超特別的 也超好看的 它這個門呢 是兩種玻璃材質拼在一起的喔 這邊是透明玻璃 這邊是有點 波狀紋路的毛玻璃吧 感覺超酷的耶 然後這地方呢 是 金屬風格嗎 金屬風格的一個門 中間有一隻倒三角形的 波狀的毛玻璃 真的是充滿好濃厚時尚感喔 感覺適合蓋的很多地方 超美的 那我們看一下 有什麼顏色呢 這邊 有些不同顏色 那隨著我們改變顏色呢 毛玻璃的部分顏色會變喔 像這個毛玻璃變成黑色 這個呢 變綠色耶 好美喔 這個呢 變成米色 這個的話呢 是變成比較土色的感覺 還有這個焦糖色的 超好看的耶 這個門 尤其這個顏色 這顏色好美喔 有種 薄荷巧克力的感覺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下一個喔 那床戶部分呢 也是用兩款 這兩款床戶啊 也都是最高長度的場壁 最高高度的場壁才能使用的 這邊 這個窗戶 跟剛剛隔壁是同一個款式的 有這個透明玻璃 還有這個毛玻璃 那我想顏色部分應該都是同一個色系吧 對 沒錯 顏色都是同一個色系 真的好看喔 超愛這個窗戶的耶 有一種彩繪玻璃的感覺 超美的喔 我也喜歡這個幾何圖案的這種感覺 看起來好時尚喔 好 那這邊呢 也是同一個系列的 然後不同的幾何圖案的窗戶喔 它是比較長型的 然後像這樣嗎 玻璃 那顏色呢 我猜測是相同的 對 相同的 奇怪怎麼這個樣子 怎麼會 哼 要按下去才顯色啊 就這樣看不顯色耶 是bug嗎 還是破圖了 應該不是一破圖吧 我目前這個場所還沒有多少東西啊 好 我不知道 不過顏色呢 都是同一個色系的喔 那這邊呢 就是新增的門還有窗戶 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來看雜誌的部分吧 那我們就先從椅子部分來看囉 那椅子的部分呢 我有新增三款 第一款就是這個 這個算是一個沙方 或者是放鬆的椅子吧 這個椅子感覺好有未來感喔 超好看的耶 我今天全世界的組合包啊 除了健身之外呢 一大主題就是 科幻感 未來感 這種簡潔有力的線條 這感覺超有設計感啊 下方還有這個凸齒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是金屬的一個鋼條 上面放一個 好像是皮衣的感覺 應該是 那我們看要用什麼顏色呢 這裡 有這些比較特殊的顏色 哇 也有這個薄荷綠耶 超好看的 還有這個顏色 還有這些 黑白色 基本色系 也有這個薄荷巧克力的顏色 可以搭配我們的窗戶 然後也有這個顏色 我發現這個顏色啊 有些有跟它的窗戶搭配到耶 有一些辣 這個顏色好好看喔 這個 這個是芋頭牛奶顏色 超美的啊 這個椅子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喔 下一個是這個椅子 這個是餐芋 那這個的話呢 比較流線型的感覺 有點曲線弧度 它是木頭椅吧 木頭椅配上一個椅墊 這個也是蠻酷的耶 都有點沉味感 不過它的造型跟剛剛那個椅子不太一樣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喔 都有什麼顏色呢 有這個橙黑的 還有黑白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顏色耶 旁邊有一塊顏色不同 這邊有一塊橘色 好特別喔 旁邊也是嗎 對喔 還有這個呢 還有這個 單純的黑色跟橘色 還有這個白色跟綠色 看起來好清爽喔 還有這個顏色 這椅子好好看喔 不過兩個比起來呢 我還是比較喜歡第一張 今天是超好看的喔 好 那我們可以下一個喔 下一個有這個沙發 那這個沙發呢 一樣有抱枕耶 我真的覺得啊 我超喜歡沙發上面有抱枕的 感覺比較真實感啊 那最近我女士米4呢 推出兩個組合包呢 沙發上面都有抱枕耶 真覺得還蠻開心的喔 那希望未來一區的沙發呢 也都可以有抱枕 看起來比較酷 感覺就很舒服的感覺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沙發呢 是一大一掃 一大一掃的抱枕 然後呢 一樣是金屬質感的一個質感 配上一個軟墊 那我們看吧 有什麼顏色呢 這個 它的色系感覺跟那個小將是同的色系吧 它抱枕的顏色呢 會隨著它的 顏色會改變 花樣會變耶 這個是原型的 這個呢 是一個 林科文嗎 它的原型當中 還有這個 葉子形狀 這個好看喔 超美的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顏色 真是我抱枕之後 感覺沙發變得好舒服喔 而且真的變得更加人心化了 更加真實了 超愛抱枕的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桌子的部分吧 那桌子呢 這邊有一款這個是餐桌 這個餐桌也好漂亮喔 它底下也是帶點木頭紋理的感覺吧 還是金屬 還是塑膠 有點難以判斷 不過是超有設計感的耶 很像設計師造型的餐桌 上面呢 是一塊 六角形嗎 六角形還是八角形的 一片厚的玻璃 超美的 感覺好時尚喔 好 我們看一下 有什麼顏色呢 有這個黑色的基本款 白色 還有這個 它是黃色耶 帶點金色的感覺 哇 還有這個橘色 感覺好熱帶風情喔 還有這個 這桌子真的超好看的耶 還有這個 比較透明的玻璃 它玻璃顏色不是說哪一樣喔 這個呢 是完全透明的 這個它是橘色的 這個是倒點綠色的感覺的玻璃 超酷的 好 那這邊呢 還有一個比較少的餐桌 這裡 那這個餐桌更特別了 它是一個層次感的玻璃耶 這種造型的桌子 在現實生活當中也不是那麼常見 不過呢 真的好好看喔 超好設置感的啊 根本是設置品牌啊 這邊一層一層的玻璃 玻璃留在一起 超美的 然後側邊的枝架呢 角角呢 是木頭桿子吧 木頭紋理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它哪些顏色呢 這邊 哇 真好酷喔 這玻璃是藍色的耶 還有這個 這個玻璃變成綠色質感 還有這個呢 這個是卡吉色 還有這個是 米色的 這玻璃顏色性都會變 還有這個藍色的 好美喔 還有這個顏色 這數個包東西 目前看來真的都好漂亮 超喜歡的耶 感覺這個桌子啊 跟旁邊這個桌子呢 就是橙色系的 它自己種類都是很雷同的 好 那我剛剛看一下呢 這個不是餐桌 它是一個邊桌 可以放在沙發旁邊啊 或是 睡覺旁邊這種桌子 它不是餐桌 所以餐桌部分呢 就有這一款 好的 接下來呢 有一個咖啡桌 在這裡 這咖啡桌呢 也是超特別的啊 好有設計感喔 是一塊大型的石頭 這邊有一個不規則的刀刻狀的石頭 旁邊還有顆粒耶 這裡 感覺好真實感喔 上面有一片厚實的玻璃 這邊還有一個固定的枝杖 真的好酷喔 好 我們看一下嗎 顏色是否跟前面的一樣呢 感覺都一樣喔 都是同個色系的喔 這個 都差不多 又是差不多 好 那這邊呢 還有看桌子 這個桌子呢 感覺是一種裝飾桌的那種質感嘛 它是一半木頭 一半食材 真的好特別喔 但是木頭還是不規則狀的耶 真超美的啊 這色家製真的好飄浪喔 那這個食材呢 到底是什麼 感覺不像大理石的耶 就是一種食材紋路 又不知道是什麼食材 又超美的 好 我們看一下吧 有什麼顏色呢 這裡 有這個顏色 有一些比較基本款顏色 看起來都是很時尚大方的顏色 都蠻好搭配的 這幾款 真的好看喔 好 那桌子類型呢 還有一個牆壁的這個架子在這裡 這個架子呢 也是兩款的木頭材質拼接在一起的 就只有一個小栓子發生在一起 那這兩個呢 是一套的 不是分開的 這樣也是一起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吧 有什麼顏色呢 這裡 有這些不同的木頭紋理 還有這個比較淺色的 這個顏色好好看喔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白色的 還有純白的耶 還有純黑 還有這個 真好漂亮 不過目前看來呢 我最喜歡的桌子應該是這一張吧 還有這一張 這張也超美的 這個也是 真好看喔 這個 超美的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衛浴設備的部分喔 那衛浴設備呢 有新增一款洗手台 還有個馬桶 還有個淋浴巾 還有個三角浴缸 這些衛浴設備真的都好看喔 感覺好時尚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洗手台囉 它是個單邊的 單邊金屬石炸 這個洗手台呢 是食材的感覺耶 真的是好高級的感覺喔 然後旁邊呢 滾一圈木頭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這個 水龍頭 是雙色的 那對了 我要跟進一個東西喔 就是一個窗戶啊 這裡 這個窗戶呢 我剛剛說它是最高高度的場地才能用的嘛 那其實不是 它是中等高度的一箱場地就可以使用囉 這裡 那我們繼續看吧 這個水龍頭 這個洗手台 有什麼顏色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有這個顏色 感覺其實就是頭的色系啦 而且沒看到差不多 這裡 那裡面的食材顏色呢 會變嗎 會喔 都不太一樣 這好飽浪喔 感覺好清爽 還有這個黑色白色的 黑色跟咖啡色的 超美的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喔 下一個這個馬桶部分呢 這個馬桶看起來也蠻高級的 感覺比較現代風格的馬桶 雖然說不是免芝麻桶啦 那我們看一下吧 這裡都有什麼顏色呢 這裡 黑色 橙白 這裡呢 黑白 還有這個白黑 還有這個白色跟米色 還有金色欸 這也很好看 感覺上面這個部分呢 是石材的材質喔 這邊是瓷器嘛 然後底座的是石材 這是一種一整個星類的感覺吧 互相呼應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喔 下一個是一個淋浴間 這個淋浴間呢 是一個玻璃的淋浴間 裡面也是有這個石材的 這裡 那它淋浴頭呢 蓮蓬頭 超現代的啊 是一個廠方形的而已 水就是這樣平行滑下來的 瀑布式的淋浴間欸 真的是好酷喔 它玻璃呢 也非常時尚感喔 是超薄玻璃 感覺比較時尚一點 那裡面的地板呢 也是 石材欸 同一塊石材 那一半還是木頭紋理 真的好美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超美的淋浴間 都有哪些顏色吧 這邊 我來看一下喔 有這個純黑的 這個純黑 還有綠色玻璃 還有這個純白的 哇 真的好好看喔 而且它這個浴室的門呢 是滑門欸 不是拉門喔 是這樣滑過來的 真的好美喔 還有這個 咖啡色的 感覺有點熱帶風情 還有這個 白色的咖啡色 跟黑白 還有這個卡吉色 還有這個咖啡色的 好 那這邊呢 還有一個浴缸 都是同一個系列的浴缸 它浴缸底部呢 有一個紋路 這裡 長圈的紋路 那周邊呢 一樣是同一個食材 這裡 都同一個系列的啦 那上方呢 也是一個食材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都有什麼顏色呢 超級按摩浴缸 哇 這顏色好好看喔 感覺好金碧輝煌的顏色 還有這個耶 感覺可以泡溫泉的顏色 還有這個呢 黑色的咖啡色 還有這個黑白色 還有這個黑白色 白黑色 還有這個黑色金色 感覺超級金碧輝煌的 還有這個顏色 真的好飽浪喔 因為通常啊 知道要飄新建的衛浴設備呢 通常啦 長得跟以往的東西 蠻像的 可是這次新建東西喔 我覺得跟以往都不太一樣耶 蠻有自己獨自的風格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來看裝飾品 還有一些雜物類別囉 那這邊呢 首先有一款植物 這植物呢 也是底部用食材裝飾的植物 中間是中空的喔 這個也是蠻特別的耶 那我們看一下喔 這邊 有一些不同顏色 那底部呢 都是食材 上面植物的顏色會稍微跟著改變 沒有說改變很大 稍微改變一點 但是就是綠色系的 這裡 那第二款呢 這個 這個算是 鏡子吧 鏡子的一個裝飾 對 它會發光喔 直接有一圈光圈 真的好特別喔 那它周圍呢也是食材喔 同一個款是食材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都有什麼顏色呢 哇 隨著顏色改變 裡面發的光顏色會變耶 這個 光的顏色不太一樣 感覺好科幻喔 超級未來感的 又超好看的 好 那這邊呢 還有看這個有點詭異的 食材裝飾 這個 喔 這個要放牆壁上的 好 這裡 這個有點幾何圖案喔 這邊有點凸出來的一個雕像吧 又算雕像 或是牆壁裝飾 那我們看一下吧 有些不同顏色 這裡 都是很雷同色系啦 是一系列的色系 好 那這邊呢 還有一款書架 在這裡 這個書架也是好時尚喔 這邊有個這個梅花嗎 它叫梅花都是幸運超美的喔 這邊呢 一樣有我超喜歡這個 它的綠色質感的厚玻璃 配上木紋材質一個邊邊 超美的喔 好 我們看一下 喔 對 底部還有這個不規則的一個食材 也有這個點點喔 剛剛那個餐桌那是同一個款式的 那我們看一下吧 都有什麼顏色呢 基本上應該顏色都是一樣的啦 我說差很多 因為它為了要有整體性嘛 所以顏色都是差不多的喔 同一個色系 真的好看喔 再閃這個玻璃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這邊還有兩款地毯 第一款是個 這是個長方形的一個 毛地毯 感覺比較 噢 樸實吧 樸實看毛地毯嗎 好 我們看一下吧 哇 不同的花樣欸 剛剛看到了 這裡有幾款素色的 然後還有花樣的吧 對 還有這個花樣的 這花樣好漂亮喔 還有這個 這超美的欸 感覺跟這個盆栽好搭喔 放在一起超美的 那這邊還有一款地毯 這裡 這塊也好特別喔 它是有點壓紋的地毯 幾何形的壓紋圖板 感覺柴雪是毛嗎 還是石頭 不確定 好 我們看一下 這裡 不同顏色 哇 還有不同的黑白調味欸 還有這個 還有粉色的 還有純黑 跟這個 綠色 這個區塊顏色不太一樣欸 這個呢 這個也是顏色不太一樣的喔 還有這個感覺比較歡樂的顏色 這個呢 這顏色好看喔 超美的 這個呢 這個是藍色的海洋風格喔 還有這個黑白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繼續看幾款 放在牆壁上的裝飾品吧 首先有這一款 這個是一個等高色的一個圖 這個是玉標爬山的意思嗎 讓我看一下喔 哇 這風景好漂亮喔 是我們泥加拉瓜大瀑布嗎 超美的喔 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洛基山脈嗎 這個呢 這個是 喔 這個是那個欸 魔女市民刺當中可以去錄你的地方 那個吉祥 我想熊欸 超酷的 還有這個呢 這個是 啊 這個是那個欸 魔女市民刺當中可以去錄你的地方 那個吉祥 我想熊欸 超酷的 還有這個呢 這個是 啊 這個是那個欸 魔女市民刺當中可以去錄你的地方 還有這個 就是沙漠的感覺 這個呢 就是溫登堡欸 所以它每個地圖都有一個嗎 溫登堡有一個 這個是 啊 沙漠的地圖有一個 綠洲那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就是Granet Falls 花崗岩那個地圖有一個 那我們再來看其他場面裝飾品吧 這邊有這個 雙面鏡子 可是它是會發光的 所以呢 它可能許鏡子又許裝飾品吧 超酷的欸 好像浪個眼睛 配上這個 它鼻子 嘴巴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呵 還吐了個舌頭 好 放回來 這個金子也是超酷的 石材的材質 就會發光 那我們看一下吧 有什麼顏色呢 不用顏色 那不過它的光線顏色不會改變 它光的顏色都是固定的 這裡 就有裡面白 外面黑 感覺還有層次感喔 那這邊呢 這塊石頭呢 它也是一樣的 它是一個場面裝飾品 可是它是會發光的喔 大一點微弱光線啦 不是說很明顯 也是一個石頭材質 那我們看一下吧 有什麼顏色呢 有咖啡色 還有這個 這個好特別喔 好像一個燈罩的感覺 隱約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層發光東西 外面照一個燈罩的感覺 還有這個藍色的 就好像冰塊喔 呵 還有這個黃色的 這個顏色 好那這邊呢 還有個假的衣架 不能使用的 裝飾用的衣架 就像冰塊喔 呵 還有這個黃色的 這個顏色 好那這邊呢 還有個假的衣架 不能使用的 裝飾用的衣架 就像冰塊喔 呵 還有這個黃色的 這個顏色 好那這邊呢 還有個假的衣架 不能使用的 裝飾用的衣� 下面掛一條毛巾 那我們看一下吧 這邊有不同款式 那它牆壁這塊板子呢 用的花樣都是跟前面一樣的喔 同個系列的花樣 這個 就感覺好金碧輝煌的配色喔 呵 還有這個 超好看的喔 還有這個顏色 都蠻好看的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燈具的部分 那燈具呢 總共有三款 它是三種不同長度的 不過款式是一樣的 那這個燈具喔 我真的好喜歡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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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我在等這種燈具等好久了 它是一個 編織桿子的一個框框 還是金屬質感的框框 裡面放比較長子的燈泡 感覺超美的啊 超傳送燈一直在等種燈出來欸 它終於輸了 像之前那個Eco Living 就是環保組合包啊 不是有投票嗎 那裡面也有類似這種質感燈 看我偷了好幾個 可是人說我都沒有選項欸 超可惜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吧 這個燈有什麼顏色呢 這裡 有一個金色的 好 這個 總是變暗了 好 我們近一點看喔 這邊 不同顏色 哇 好像是顯眼的顏色喔 這邊 每個顏色其實種類都還蠻多種的欸 不會說很雷同 這個黑色好好看喔 好 那因為這個燈呢 三個款式 顏色都差不多 我們就重複看囉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的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這支竹合包的中頭戲啦 這邊有這支新增的可遊玩物墊 拍演場 這邊 可以讓我們人物呢 上去拍演的一個機器吧 室內拍演的一個機器 感覺好特別喔 那這邊呢 還有一個這個跑步機 這是有點木頭石感的跑步機 那還有這個是舉重機 練肌肉的 這邊新增了三台的健身器材 不過這台拍演機呢 是新增的可互動水槍之一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吧 這個是旁邊有一個滾輪 這邊還有一個觸控的一個面板欸 可以選擇你要的速度吧 或是選擇要的斜坡高度嗎 然後這邊呢 上面什麼 哇 後面也是同個紋理欸 後面也是這個木頭石材紋理 超酷的喔 底部呢 這個是一個軟墊的感覺喔 防止疊傷 防止摔傷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顏色呢 這邊 這邊 有這個橙黑的喔 然後有這個白的 這邊 這是什麼顏色呢 這個米色 還有橘色欸 跟這個米色 還有一樣這個藍色 還有這個灰色跟藍色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個跑步機呢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是它的跑步是一個軌道 這邊有一個這個箭頭形狀欸 感覺蠻特別的啊 是以前沒有的東西 那這邊呢 還有觸控面板 感覺好高級喔 這超級高級風格的欸 我們看一下喔 這邊有什麼顏色呢 顏色都是同個色系啦 這邊 對 這就是同個色系喔 超酷的喔 感覺是這個組合包啊 感覺是這個組合包啊 這就是高級路線欸 東西都是高級未來感 然後這邊呢 還有這個超大型的橘重金 真的好大台喔 背後也是有這個喔 也是有這個木頭彩質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個有什麼顏色呢 這裡 全黑的 還有這個白色 還有這個灰色的 還有米色 還有這個超級熱的橘色 這邊有些不同顏色 好 那這台機器呢 是不是可以看到這個攀眼鏡呢 那我們可以選擇要爬的比較溫和緊接度 還是比較耸直這個緊接度 那我們先來試一下吧 爬的比較溫和緊接度 我們來試一下囉 那我們人物走過來這裡 然後呢 操控這個觸控面板 哇 這界面是什麼Windows98嗎 然後呢 調整緊接度 看起來好酷喔 哇 旁邊還有光波流動欸 這個緊接度怎麼樣呢 上面還有OED燈 有什麼外星產品嗎 這個緊接度其實蠻陡的啊 又說很溫和啊 還是說不溫和的是多於90度啊 不知道欸 大家看一下喔 我真的好酷喔 那我們看我們人物爬 這邊 哇 這邊玩什麼 這感覺爬的有點累啊 不感覺蠻好玩的欸 好 爬完囉 那我們再來是一箱 哇 爬這個其實也是相對的是運動欸 但是我們人物現在太累了 不能再爬了 好嘛 今天我們換人來 來你去旁邊做個休息 好 那我們再來是一次喔 如果來一個比較垂直的一個斜度呢 我們看一下 依然打開它的Windows95還是有吧 然後呢 操控一下介面 按一下 爬上去了嗎 爬上去了嗎 這有比較傾斜嗎 喔 它不會往後啦 剛剛 我們爬那個是有點往後傾斜的 就是完全90度 感覺應該更累吧 感覺沒有差很多欸 那不是吧 你爬這樣就不爬了 怎麼樣 怎麼樣 閉一閉 為什麼要閉一下 所以是人物快到頂端的時候呢 它要往下滑 這裡 感覺爬這個柔軟度要很好欸 哇哇 掉下來了 然後呢 繼續往上爬 這邊 感覺爬這個蠻累的欸 人生超好玩的 所以是有掉下的風險 什麼 歡迎 好 誰要歡迎你啊 你們走吧 好 掉下來了 這邊 那基本上啊 我們的人物呢 其實呢 在攀岩的時候呢 有個隱藏的攀岩技能 它沒有顯示在技能列表啦 技能列表呢 只有健身技能而已 那可是啊 這個其實是有隱藏的攀岩技能喔 像是我們人物使用筷子的技能啊 還有吃辣的技能 都是會隱藏的嘛 有時候越吃進行的會越厲害 就是攀岩是一樣的喔 所以目前我們剛開始攀岩 所以只能攀岩的基本的東西 不能來什麼挑戰啊 其實都不行 有沒有這個垂直挑戰 初學者 或是垂直挑戰 簡單的 這些都還不能做 所以呢 目前只能這樣爬一爬囉 那其實多爬的時候呢 會解鎖更多選項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啊 除了一般的攀岩練習之外呢 我們可以來一個耐久性的一個挑戰攀岩 這邊呢有一個初學者 好簡單 那如果你有成功挑戰完畢的話呢 就有一個紀錄 那目前我們角色的紀錄呢 是初學者可以爬26秒 那我們試一下簡單嗎 看簡單要爬多久呢 那我們試一下 一樣來這邊調整界面 然後呢 開始了嗎 這邊 開始了 好 那爬的時候呢 旁邊的燈光變成紅色的耶 因為是挑戰關係吧 所以燈光顏色也不同囉 因為平常燈光顏色不是這樣子嘛 哇 快跳下來了 繼續往上爬 總理 接受什麼 網路的地還有多遠嗎 好酷喔 這螢幕真的會變不一樣耶 然後旁邊這邊呢 還顯示當下爬的東西嗎 超酷的 應該掉下來了 怎麼樣 爬到頂端了嗎 感覺應該快囉 多重啦 已經過了兩個小時了耶 那怎麼樣 應該可以爬到了吧 應該是 不過確實是 每次看到盤爬動作 都覺得 哇 掉下來了 哇 我們又成功完全挑戰 帥到屁股了 怎麼痛 好嗎 其實在努力囉 要把這等級練習才可以成功挑戰 那當我們的技能越高的時候呢 可以解鎖越多 那我們現在呢 角色可以爬一個 神雕式的攀爬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波路的多斗吧 神雕式的有多斗呢 這邊我們看一下喔 怎麼樣 哇 往這邊請了 這個角度大於90度了 真的好邪喔 這樣手臂的耐力要超強的吧 有一個不少車掉下來了 幸好奇蹟掉下來的話呢 上面有軟墊 快受傷 怎麼樣 再來就行 爬得很累 好 加油 哇 這是怎樣 爬來爬 接下來壞掉 哇 機器壞了 天啊 天啊 出掉了 哇 感覺好痛 這什麼機器啊 天啊 哇 電流 這什麼電流 機器棒嗎 太可怕了吧 摔下來了 怎麼辦 壞掉了 真的 要受力了 可惡 好 我們去買個新的吧 那這次的組合包啊 新增一個東西就是啊 我們人物可以看電視 然後跟著跳舞 然後健身 不過這跳舞的動作 感覺跟一般的跳舞動作好像喔 這是跳舞式的健身 感覺蠻方便的啊 好 那個健包 那它可以轉台喔 好別台的 另外一個 我們看一下 重訓怎麼樣呢 就是一般的有氧舞蹈 那重訓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轉台喔 轉這個 哇 這個是浮地挺身 然後呢 跟著做什麼 仰臥起坐 然後呢 換什麼 感覺蠻有真實感的耶 是跳嗎 跳躍 假裝跳繩 這太可愛了吧 然後原地跑步 感覺應該弄你們家電了 然後又是原地跳繩 好 那這個電視的一個 運動的項目 就大概這個樣子囉 那當他們人物呢 有足夠的提升他的拍眼等級之後呢 還有要完成所有的挑戰 從初學者 簡單 中級 還有高級 直到可以挑戰危險等級 也就是火之攀音挑戰啊 那我們人物呢 終於可以進行火之攀音挑戰了 那來試一下吧 看一下有什麼樣子呢 一樣來到出口面板 寫下生死契約 然後呢 調整一下 斜坡高度 按下紅色知名按鈕 哇 特別變成火的樣子耶 下面真的有火耶 哇 這邊還噴火 天啊 不行面板有火 這個攀岩牆會噴出火耶 這太危險了吧 原來是血的喔 血的樣式 然後呢 往上爬 感覺好危險 哇 掉下來了 糟糕 然後呢 繼續往上爬 加油 加油 看能不能完全之火之挑戰呢 小心 這邊有火 這根本是 要避開火的感覺耶 感覺好難喔 不過已經完成了靠一半了 然後呢 繼續往上爬 這底下的火也太危險了吧 底下會燒到屁股 後中間也有火 這裡 繼續往上爬 哇 真苦喔 怎麼感覺這個火之間 再會燒到屁股的位子啊 好 直往上喔 怎麼樣 完成了超過一半 哇哇哇哇哇哇 糟糕 天啊 無法完成 好 這可能需要更多的儲備體力啊 好 那麼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囉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 請幫我一個讚 按下樓留言 還有 別忘記訂閱製作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 掰掰 先來 protagon影片 先就先 nac下樓